10分访谈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用科技追踪冠病的病例 从明天开始 中亚行 甜品店 还有理发店等 将会被允许重新的开业 不过随着阻断措施的放宽 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也会提高 这时候能不能够迅速的追踪 病患近距离接触者 阻断病毒进一步的扩散 成为了关键 目前为止 我国已经推出了 两个追踪科技的方案 一个是Safe Entry 这是一个访客的登录系统 另外一个则是 Trace Together 合力追踪应用程序 其实我们新创媒的办公室 在之前已经开始使用了 Safe Entry的访客登录系统 一开始的时候 必须要说有一点意外 因为首先你是要先去扫描 那个QR码 然后在你自己的手机上面 开始登录你的个人资料 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 又要扫描 然后我要出示员工卡 多多少少有些手忙脚乱 但是一旦习惯了这个程序了之后 这整个过程就变得非常容易 的确 当然这个访客登录系统 以及合力追踪应用程序 要发挥他们的成效 需要大家的配合使用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找来了智慧国及数码政府署 科技采纳与推广司长黄伟贤 向大家解释这两个科技方案 是怎么帮助我国的医疗人员 更快更有效的追踪接触者 为对抗疫情出一份力 好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的是 大家到底有没有积极地 在使用这两个不同的系统 尤其是Safe Entry的访客登录系统 因为从明天开始 如果你要去理发 大德士或者是工作的话 都必须要用到它 它会知道你这个进触 然后会知道你这个人进触了 然后会比较方便知道 它是从哪里来吧 我觉得很好 应该是像决赢 我刚刚进去的时候 进去的话要scan那个IC 然后出来的话也要scan一下 智能手机一般现在都要都有 我是担心有些人没有那个网络 它就没办法scan 基本上是很好 那只不过是说 他们讲在人才的方面 我不懂是说太多是方不方便 除了访客登记系统 政府早前也推出了 合力追踪应用程序 这个程序是这样子 就是用户你需要注册 你的手机号码 然后打开你的蓝牙 你可以探测到说 有谁曾经跟你有过近距离的接触 但是这个呢 它的前提是 对方也必须要 已经下载了这个应用程序 其实从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专门在追踪 专门的追踪小组呢 在进行追踪工作了 那么当局为什么还要另外研发 访客登记系统 以及合力追踪应用程序呢 那么两者的功能是否有重叠呢 追踪小组的工作 其实非常非常分担 这很靠人力 也很靠 很花时间 所以我们希望做到 就是推出一些数码工具 来帮助这个追踪小组的工作 做得更快 做得更完善一点嘛 当然 你能收集到越多资料 他们的工作就会更快 更简单一些 只想想 当你确定你是 当MOH确定你是一个病患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跟你做 一系列的访谈 然后可能要要求你记得 两个星期前 你遇过什么人 然后 又要跟你拿他们的联系方式 因为有时候 你根本记不起你遇上什么人 遇过什么人 或者有时候你根本 遇过的人 他们你是陌生人 你根本不知道 他们的联络方式是什么 所以像TraceTogether和SafeEntry 这样的序码工具 就是能帮我们来弥补 这些地上的漏洞 TraceTogether应用程序 它可以知道 你在某个时间 跟谁有过进去的接触 可是它并不知道 你是在哪个地方 跟这个人有过进去的接触 然后所以我们也需要 SafeEntry这个登记系统 来弥补一些 TraceTogether的部队 比如说两个DataSet 放在一起的话 是那个Data 当然是比较完整的 所以在这方面 会大大的 就是帮助到追踪小组的部队 是 当然这个科技 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追踪的速度 越早能够查出 确诊病例的接触者 就能够越快地 防止病毒的传播 要打赢这场防疫战 时间非常地关键 是 不过目前只有145万人 下载了合力追踪应用程序 只占了人口的大约25% 而要让这个应用程序发挥成效 至少需要70%到90%的人下载 那这个合力追踪应用程序的下载率 为什么目前还是偏低的 公众对此到底有哪一方面的疑虑呢 我很少出门 所以我就没有下来这个APP 我本身觉得 除非是政府会Mandate 如果没有Mandate的话 我是觉得我自己有做我自己的Social Distancing 还有Ware Masks and Stay at Home 已经足够了 我没有手机 Cress Together App 它是需要当每个人出门 然后每个人都需要有的时候 它才会有最大的效果 如果我不懂的话 就问家里的人 对我们这种年龄会不懂 可是是好的 需要去学习 我希望是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让大家都能够能学习 简单的学习 简单的应用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download 其实是挺好的 很多人下载 所以刚才提到 就是到现在大概有140万人吧 已经下载了这个应用程序 不过Circuit Break开始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就觉得 反正已经待在家里了 所以也没有必要有这个应用程序 然后也了解到 可能就是有一些上年纪吧 就像我父母 他们也不太了解这个应用程序 到底是用来做什么 为什么要下载 他们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下载 所以可能那个download 就没有办法再提升 合力追踪 为什么要越多人使用 才越能够发挥成效呢 而且使用不同的手机下载 是要如何才会知道 这个应用程序已经启动了 一般上到底有哪些注意事项 比如说我是一个 确定我一定患上了冠状病毒 然后我可能在前天吧 跟十个人同时有过近距离的接触 可是如果只是我一个人 下载了这个应用程序 其实它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因为其他十个人 都没有这个应用程序 所以那个就是 proximity data就没有了 可是如果说可能这十个人当中 有两个人同时也有这个应用程序 而且是同时启动了 这个应用程序的话 然后追踪小组的工作 就可能简单一些 它就是从我这里 可以找到那两个人的资料 可是当然最好的就是 追踪小组同时都可以 就是追踪到 全部十个我有接触过的人 那是最好的一个 就是最快的一个追踪方式 如果你使用的是一个 Android的智能手机的话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下载之后 只要你记得你的蓝牙要开着 然后其实下载之后 就是这样子 很容易使用 可是如果你有的是一个 苹果智能手机的话 可能就稍微繁琐一些 因为如果是苹果手机的话 你在出门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把那个应用程序 开着 所以不只是你蓝牙 要记得打开 你那个应用程序也必须要打开 当然有些人会担心 那个应用程序时时刻刻 开在你的那个手机上 会不会耗电呢 所以有一个小小的贴士 就是如果你要省电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手机 就是把方向放在你的口袋里面 这个这样子的话 会有一点帮助 访客登记系统和合力追踪 应用程序会记录用户的 哪些个人资料 以及形成数据呢 有谁能够看得到这些资料 而当局又采取了哪些措施 保护用户的个人隐私呢 我们可以先从这个Trace Together 和力追踪程序说起 那如果你不是患者 也没有跟患者 也过境区你接触的话 其实你的这些资料 是会一直储存在你的那个手机里面 而且每21天 那个资料都会被相处掉 所以这个不需要担心 可是如果真的是 你是一个病患 他们会要求你把这些Data Logs 把这些资料送到一个中央制服器那里去 就是会由那个卫生部来管理 然后只有授权人士 其实才可以有办法 有这个钥区把这个Data拿出来 Safe Entry系统收集的资料 也是都会被送到那个中央制服器 然后只是授权人士 MOH 他们才有可能去拿到这些资料 进行他们的工作 当然这些科技方面的推广取决于是否拥有智能手机 以及整体上这个数据的流量 那么对于那些没有智能手机的年长人士和小孩 当局目前正在探讨哪些可能的科技来替代方案呢 当然我们知道好像应用程序啊 二维码这些数码科技 很多可能比较上了年纪的老一辈 还是不是很熟悉 有点陌生 而且不知道怎么用 不太敢用 像我父母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在就是研究 有没有其他一些方式 让可能老一辈或者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 也会比较容易使用 所以我们现在在研究 有没有一些智能穿戴设备 可以替代或者补助这些应用程序 或者二维码这些数码工具 对大家减少出门 是绝对能够帮助减少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的 阻断措施已经实行了一个多月了 我相信大家也希望说 我们都能够尽快的把自己的生活恢复正常 在逐步放宽措施的同时 最怕的就是会出现新的社区感染群 在国外就出现了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除了在前线对抗疫情的医疗团队 我们每个人又能够怎么样的出一份力 我知道大家都很想就是回复到之前的生活 之前习惯的作息 可是又不能一下子 政府没有办法一下子放宽所有的条例 所以追踪小组做的这个工作 这个环节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大家也其实都可以尽于分立 就是先下载这个Tracy的合力追踪内容程序 然后再你去到一些公共场所 比如去超市什么的 你不只是要登入 也要记得登出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大概有只有50%的人 记得登出 可是登出这个环节其实也非常重要 因为数据越完整 追踪小组的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更快 然后大家就有可能更有信心吧 慢慢地恢复到以前我们习惯的原有的生活 当然要抗击这个疫情呢 也可以从我们个人卫生开始做起 这段时间呢 我们不断地强调要勤洗手 但是大家知道每个人的手上 到底有多少的细菌吗 用肥皂洗手要洗多久才可以完全地把这些细菌去除呢 稍后告诉你